国外有这么一句话叫做 You are what you eat 人如其事 这句话呢 等你到35岁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了 嗨大家好 我是中年美妆伯母阳光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本人在内服什么 越到中年越明白 人只有自律 才能最终获得自由 小的时候我们评价一个人的美丑 可能就会单纯用五官来评价 可是到了中年之后 你就会明白 评价一个人美丑 五官是最不重要的 皮肤状态 身材的状态 精神状态 才是我们评价一个人 是否是美与的最高标准 这种自律呢 我认为是来自两点 你拒绝什么 第二 你选择什么 首先来说说 我拒绝什么 我二胎之后呢 首先拒绝的东西 就是油炸的食品 因为它真的是一吃就上头 你去一方食品 不是你弹起来小炸鱼吗 不是说什么安全的炸 其实我也是吃油炸食品 大家尽量拒绝油炸食物就行了 什么这种高热量的东西 大家尽量拒绝 第二呢我会拒绝糖分很高的东西 还有就是 嗯 淀粉类的东西 我会控制总量 二胎之后 我真的是要大量的解质 不然的话 花那么多钱保养 全都打了水漂 第二呢 来说说我选择什么 我选择的食物 其实是非常的简单的 优质蛋白 当季的水果蔬菜 我永远记得刘嘉玲 说过的一句话 人不需要吃那么多东西的 那么除了主食之外 别的一些补充美丽的东西 我会选择什么呢 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本人已经吃了差不多十年的葡萄籽了 就是为了来抗氧化 保持年轻的状态 那这个品牌的话呢 我吃了有几个月了 吃了好几盒 是被我一个贵妇同事安利的 他当时给我安利的词是 要吃葡萄籽 就要吃葡萄籽当中的爱马仕 这个葡萄籽呢 是澳洲常年抗衰老 抗氧化的销量第一 没错 本人就是很喜欢买销量第一的东西 因为这么多大数据都已经帮我做好筛选了 采雷的几率非常之小 这个葡萄籽呢 它有个中文名字叫做 月光宝和抗氧化胶囊 这个名字真的非常之击中我 因为本人是周星驰的十级粉丝 真的太爱他了 月光宝和这个名字很好 穿越时空去见过去的爱人 去解开过去的误会 那么这个时候 你能否保持当年美丽的这个状态呢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故事 要开同学会了 有一个男生到现在为止 他还是单身 他在群里这么说 他说其实呢 我也不是很想见我们女同学 因为我们的女同学 大部分都是生过孩子了 在他看来 生过孩子的女人 在他眼里就已经是 使了的女人 那意思就是说 本人使了两世是不是 因为我生过两个孩子 钱 我想说 本人比生孩子之前更美丽 生完孩子明明就可以更美好 这个肤浅给我 呸 好了好了好了 说回这个葡萄子当中的爱马仕 当时我为啥买的 确实是有点贵 但是他接中我的一点就是 我吃葡萄子 包括很多女生吃葡萄子 会有一个感受就是 你有变好 但是变好的感觉 不是特别特别的强烈 因为市面上绝大部分的葡萄子呢 它都是大分子的花青素 就很难被人体吸收 而月光宝和的核心成分呢 是低聚小分子 就会比较容易被身体吸收 他的学名叫做 马斯奎勒 低聚原花青素 马斯奎勒是谁呢 就是这个品牌的创始人 这个人呢 他首次提取出了 低聚原花青素 也被称为葡萄子之父 说到这里呢 本人真的很推荐大家去吃一点 有效果的葡萄子啊 因为吃葡萄子等于抗氧化 而抗氧化 就等于抗衰老 皮肤状态呢 如大家所见 就是大家看一下我的特定的情况 就是我是一个常年化浓妆 而且生过两个孩子 工作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就是我皮肤上面 其实没有太大的瑕疵 也没有很多的斑点 我觉得就是归功于 我抗氧化这一块 我是抓得蛮老的 当然啦 就上不上镜 或者说是这个脸型怎么样 那这个东西都是天生的 我已经在我原有的状态里面 得到提升就好了 当然本人其他的保养 也不敢松懈再做 但是我确实感受到了月光宝盒 给我皮肤提亮的这个效果 就是你常年有这种灯光的照射呀 包括你常年化浓妆啊 还是能够保持皮肤 维持在一定的状态下不暗沉 这点对我来说 我已经很满意了 很多朋友看到这里呢 会说伯母 为什么你推荐的 吃的产品都那么贵呢 当然我也有便宜的产品来推荐了 就是我推荐的维生素B2和B6 因为我有脱发的一些迹象啊 这个B2和B6 就所有的维生素 大家去买 如果你缺乏这个维生素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去药房买的时候 你可以蹲到最下面一排 就买那种三五块钱的就是最好 因为它非常直接的解决了你的问题 其实包括钙片 我也认为说 钙片各位不用买太贵 关于保养这件事情呢 我认为不管你是内服也好 外用也好 一定要遵循的就是 量力而行 尽力而为 在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我们去给自己最好的东西 当然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 出品的正规的产品 不要去买那些三五产品 好啦 我是中年美妆伯母阳光 作为一个中年人 我真的很想说 中年真的太棒了 如果有一个时光胶囊 让我一吃 我可以回到18岁 我真的未必会去吃下去 因为我感觉现在的自己 比18岁的时候更好 所以各位小仙女们 不要害怕衰老 对抗衰老的方式有很多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看淡得失 让自己心态变年轻 你才会真正的获得年轻 以及获得精神上的那种快乐 我不认为 一味的追求少女感 就是所有人都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保持自己的个性 保持自己好状态就可以了 好啦 我是伯母 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